大家好,我是海娟 皮凳是我们逢年过节 餐桌上一道不可缺少的美食 平时我们可以多吃一些 满满的胶原蛋白 尤其是女人,一定要多吃皮凳 今天海娟就分享给大家一种水晶皮凳 买回来的肉皮,我已经清洗过了一遍 这个小猪毛,能明显看到的 我用小镊子已经把它剔除了 猪皮凉水下锅 放入葱段,姜片,少许的白酒去腥 煮至10分钟 肉皮煮到什么程度呢? 用一根筷子,轻轻一插 能轻松插透,这样就可以了 捞出肉皮 肉皮已经尿着温凉了 太宽了 我们从中间切上一刀 然后我们去除多余的油脂 这是做水晶皮冻最重要的步骤 一定要把油脂去干净 做出的皮冻才光亮清澈 再反过来 取出另一半的油脂 趁着热和劲儿 能够整片的刮下来 边边溜溜多余的油脂 再轻轻刮一下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小斩条 看一下,切好的肉皮正好这一碗 一会儿咱们用这个碗搁水 放入大盆中 放入一勺盐 半勺碱面 加入温水 然后不断的搓洗 去除猪皮的腥味 还有多余的油脂 这个猪皮一定要多清洗几遍 前几遍我们用温水清洗 后两遍可以用凉水 直到清洗了这个水 看一下,特别清澈 没有浑浊 这样就可以了 控水捞出 放入小盆里 一碗肉皮 放入两碗水 放入葱段 姜片 盐 放进蒸锅 盖上盖子 开中大火 蒸制一个小时 时间差不多了 关火 打开盖子看一下 我们用筷子 加一块肉皮 能轻松的加断 这样就证明煮好了 剪出姜片和葱段 我们准备三个小碗 放入炒好的西兰花 一个碗中央放上一朵 先夹一些肉皮 先夹一些肉皮出来 放入碗底 平铺均匀 再放一些汤汤汁 下来 盆里还剩半盆 把肉皮晃动一下 晃动均匀 就在盆里自然冷却定型即可 也可以放在冰箱里冷藏 保存 经过几个小时的自然冷却 看一下皮豆已经定型了 瓷式不瓷式 再看一看这个碗洞 也特别的瓷式 我们用这个铲子沿着边缘处给它划开 脱模 脱模 哇 漂亮 看一下 晶莹剔透 特别的瓷式 漂亮 盆中的肉皮冻同样用铲子沿着边缘处 给它划上一圈 这样就容易脱模了 倒扣脱模 哇 漂亮 看一下 晶莹剔透 切开装盘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取出一个碗洞 我们给它从中间一切两半 看一下里边 切成片还是切成条 就根据自己的意愿来 弹性特别的好 看一下 切开以后给它装盘 沾上一些蒜蓉汁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家人们 如果家里来人或者三十晚上做上这么一道皮冻 是不是超级的有面子 如果您喜欢 别忘了给海间点个关注 加收藏 有时间试试吧 美食天天更新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